我们都知道,火箭目前有着薪资空间的压力,尤其是他们需要在未来续约。 不强的情况之下,詹姆斯要追,乔治要追,保罗要续,卡佩拉也要续怎么听起来给人感觉怪怪的,但是球队另外一个首发,阿里扎也是在今年夏天合同到期啊。 虽然之前,有消息员称呼阿里扎会在费来追求一份总价5000万到6000万美金的合同,但是今天的消息却来了个翻转,人家压根就没有这样想过。 更没有这样说过,阿里扎计划将在当地时间7月1日,也就是自由球员市场正式开放之后,与其支有一千下他的球队进行会谈,但此前传出其要求5000到6000万美元合同的传言并不真实,就目前我们所知道的阿里扎潜在下加,一个自然是他现在效力的火箭,如果可以的话,球队还是很希望和他完成续约的。 另外一支球队则是勇士,他们在夺冠之后不久,就马上表达了对这位手下败将的好感,希望可以让他在下赛季成为勇士的一员。 加盟勇士,自然是为了补充锋线的火力和防守,伊哥达拉在本赛季的状态有了明显的下滑,而下赛季大卫维斯特很有可能会离开球队选择退役。 格林的三分球,也已经到了被骑士放开来头的地步了,如果说阿里扎可以加盟球队,那么勇士的封线上的防守,必然是可以上升一个台阶,而他如果留在火箭,那么对于球队的作用来,说,怕是场下多于场上。 在比赛场上,火箭的领袖是哈登,但是在更衣室,火箭的领袖却是阿里扎,这样的剧本,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上演过,当时伊哥达拉的合同到期,他不是直接表示自己对什么球队感兴趣,而是强调会和希望签下他的球队逐个会谈,其中就包括了当时还没有现在那么强的火箭,不过最后的结果是他,留在了勇士, 因为杜兰特续约的时候选择了降薪,如果说阿里扎并不是和之前所说的那样,狮子大开头,希望可以得到一份大合同的话,那么火箭的某位准备续约的球员,是不是愿意为大义牺牲一下自己的钱包呢?